但最笨的方法就是滑鼠鍵盤 Ctrl-C,Ctrl-V,Ctrl-C,Ctrl-V 要不然就是一直點、一直看、點、點、點 但是這絕對不是好方法 如果說你要用Excel裡面的函數弄成公式 也可以解決問題 只是說它冗長 然後變成你還要做很多步驟,重複的 但是VBA的話,它的好處就是 將你寫完之後,它就自動完成了 比如說我們後面希望把剛剛格式化 改成前七名 比如說列在這邊的話 按下它 目前還沒寫 應該知道 其實我剛剛有寫了 列在這邊的話 那該怎麼把它這個程式寫出來 前七名 所以第一個的話一樣 我們就是寫一個程式 名稱叫做前七名 名稱叫這個 OK 所以要記得 如果假設你們按鈕要寫的話 一樣嘛,先打個Sub 空一格 名稱就前七名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就是Sub 按Enter 有沒有 Sub 然後前七名 再來的話,我需要怎麼做 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要做的方法是 範圍 幫我從第二列到 第三列 這個範圍找找看 如果它的排名是小於等於7的話 那剛剛是把顏色填一下 可是現在不是 現在是幫我把這個資料 複製到 我指定的F2以下 這個邏輯 所以你會發現 前面邏輯很像 從第二列到第三列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直接拿什麼 拿剛剛的這個格式化的VBA 這一段程式怎麼樣 可以把它複製 貼到這邊就OK了 因為呢 前面的部分都一樣 For i 等於什麼呢 第二到第四至三 這個部分的邏輯 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呢 也是一樣是 就是一欄裡面的資料 小於等於7 只是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這個地方 是把顏色改成黃色 但我不是啊 我是什麼 我是要把什麼 所以最大的不同 就在這裡 把找到的那個資料 怎麼樣 複製到這個地方來 所以我們是什麼 把找到那個資料 複製到這邊來 找到的資料 複製到F2 那可是要怎麼寫啊 其實複製很簡單啊 複製就是中間加個等號 把後面的資料 複製到前面去就好 所以喔 寫的方法 沒那麼困難 複製喔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把找到的資料 找到資料就是這個 這個就不用了 Sales ID的A欄 這就是找到的資料 指的就是哪一個 指的就是這個 12 那Call到哪裡呢 Call到我們的F2裡面 所以喔 記得喔 Call的話就是寫前面 所以加個等號 然後呢 我們前面部分的話 就把這個拿來改 比較快 Sales是什麼 應該是第二列的F欄 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找到的那個資料 Call到這個F2的地方 但是會有延伸性另外的問題 如果我先找到12對不對 然後再找21 21的話 會怎麼樣 12嗎 12放過來 沒錯 那如果又找到21了 21怎麼辦 F2 這個就被蓋掉了 所以就變21了 然後又找到下一個 又把它蓋掉 所以最後會留下哪一個 就最後那一個 所以喔 要想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就是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它什麼 第一次放第二列 當它複製了一個之後 變成第三列 第四列 一直在推 好 其實喔 這個寫法 我們之前有寫過一個K的東西 其實這個K的寫法還蠻好用的喔 所以這裡我想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就是喔 在上面加一個K 因為我將來是2345678 OK 然後一直往下 所以我可以在這邊K初始值等於2 意思說我先放在第二列 所以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K 所以第一次放就是F2 對不對 那當它複製一次之後 下一行 把K怎麼樣 換下 往下 所以K要怎麼樣 加1嘛 不然各位有沒有印象 K等於什麼 K加1就好了 OK 意思就是什麼 我把那個什麼 這個本來2嘛 2加1變3 那3的話呢 就幫我把資料呢 再蓋回去 因為K這個變數嘛 變數是可變的嘛 就把它蓋回 有點像剪貼布嘛 反正你Ctrl11 下一個再Ctrl11 前一個就不見了 對不對 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喔 K2加1變3 所以蓋過去變3了 那再加1變4 所以喔 我們來試試看喔 這個地方的話 這邊設個裝作點 支新 你看發現 找到了 I等於13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 這個裡面知道12嘛 12放哪裡呢 K因為等於2嘛 所以放在F2 F2 好 那這個時候呢 K裡面的資料 目前還是2 經過這一行之後的話 加了1之後有沒有 K加1之後變3 3把它蓋到裡面去 所以放到裡面去 K現在等於多少 等於3了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這個還蠻好用的喔 以後的話 如果你假設 你需要 一直把它往下擺的話 做一個清單喔 跟各位講 K真的還蠻好用的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喔 利用這個方式 你可以把報表資料 從你要撈的資料來源 反正知道 其實基本上 都一定是跑個回圈啦 跑完回圈之後 這個邏輯判斷 如果找到這個邏輯的資料的話 幫我把它放到這邊來 所以其實可以照call喔 很多地方可以用喔 所以這個K還蠻萬用的喔 後面其實還會用到蠻多地方的 OK 那接下來一樣嘛 所以執行 下一個的話 又找到了 21 所以因為K等於3了嘛 所以3就把它放在這個了 所以你要不要21就放下面 然後K又把它加1 所以K加1就變4 又蓋過去了 所以下一個 依次類推 把這邊中斷點拿掉了 讓它全部跑完 OK 好 那這樣的話就全部列出來 那你會發現喔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清單給列出來了 好像似乎那個 出現的機率最高 大概30幾吧 33 33 39 OK 跟各位講喔 這不是算名牌喔 所以你要名牌不要找我喔 OK 之前我有錄影師 教這個 然後網路上YouTube下面 就有人留言說 四個會教我怎麼算名牌 你說搞錯重點了 他還問我說能不能家教 就是說專門針對這部 因為他只是想要學 如何去統計這個名牌資料的 但我跟他講說 這個不是我的重點 你搞錯重點 而且到時候如果你沒中獎 你就要找我 OK 我重點是在教你們VBA啦 不是教這個算名牌 OK 好 那最後的話呢 其實跟各位 清除怎麼清除 其實一樣嘛 就是把前期名這邊 再加一個這個 清除應該也會寫啦 其實最好是用Range 所以這邊的話就加一個什麼 清除 然後有兩種方法 不過我是建議應該用Range來清 會比較簡單 這個 然後這個範圍的話就是什麼 F2到F8吧 所以這邊的話改一個F2到F8 然後清除的話就是 點ClearContent 或者等於空的也可以啦 等於 如果你不好記 就寫這樣就OK了 這邊就可以清除 清掉了 OK 這邊就再把它清單列出來 不過跟各位講 之前有同學問我一個問題 老師為什麼我這樣子不行 他又給我加一個 然後問我說為什麼不行 還好我眼睛真的蠻利的 為什麼有這個東西 我看一下應該是這樣不行 這樣也可以 這樣居然也可以 理論上應該是不行才對 有同學可能因為我們版本比較新 他那個版本裡面如果加個空白 一直行發現不行 為什麼 因為你不能篩空白 不過這個看起來好像裡面是不是有空 對裡面就變篩有空白 我跟各位講一下裡面 沒事不要篩空白 OK 這樣 或者另外一個寫法 前面好像跟各位講點什麼 ClearContents 這個寫法也可以 兩個寫法 看你比較習慣哪一種寫法 都沒有問題 後來就有同學問了一個問題說 老師前七名雖然寫出來了 但是似乎沒有辦法符合什麼 我的預期 他的預期什麼 他說我是希望排名 現在不是按照一到七 現在是按照什麼 只要先找到的就先放 所以第一個先找到的第七名 第二個找到的是第幾名 第二個應該是找到第二名 那他的意思是說 老師可不可以幫我想想看 可以不可以把這個邏輯改成什麼呢 先找第一名的 再找第二名的 再找第三名 再找一直到第七名 也就是說呢 我們改一下 當然這個已經有點難了 不過如果你想得出來的話 表示說你對程式理解力已經夠了 其實可以有個地方可以改 哪個地方 其實最重要是這裡 小於等於七嘛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地方應該什麼 讓他有個變數 什麼變數 當他第一次的話 先產生一給他 所以這邊的話應該是等於一 等於一先找第一名 然後變等於二 等於三 等於四 等於五 所以其實應該是要跑七次 不過我是覺得這個程式已經很難了 但是我有寫出來 請各位可以再想想看 如果可以的話 你把這個寫出來的話 那表示你真的完全理解 如果想不出來 暫時先不用想 沒關係 不然可能壓力會蠻大的 先試試看這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就是把剛剛的那個清除 改成什麼 清除格式 格式化 格式化改成這個前七名 然後如果寫完之後 如果還有時間 可以想想看 假如說要把它改成什麼 按照一到七名 先找第一名的 再找第二名 再找第三名 一直到第七名的話 那這個程式該如何改寫 OK 又更上一層樓了 試試看